未在受封箱的台灣觀光學院 從去年9月停辦之後 就成了不少竊賊下手目標 6月25號早上9點多 又有兩名竊賊 他以為說闖入校園偷電纜 不會被發現 拿著工具就直闖配電視 保全人員發現之後 立即報警逮人 遷掩束手就擒 位於花蓮受封的前台灣觀光學院校區 25號上午遭竊賊入侵 偷檢電纜線 偷一個人 我幫他我幫他 配合 配合配合 配合配合 手盤在後面 花蓮縣疾安分局25號上午 接獲觀光學院的保全通報 有兩名男子翻牆進入閒置校園 潛入校方的配電視意圖形切 園警火速趕抵現場 兩名正在偷檢電纜線的犯賢 看到警察拔腿就跑 園警上前追捕 對空射擊兩槍嚇阻 順利改捕其中一名名姓借賢 警察二賢分別騎乘機車前往 翻牆進入校區 以大力檢工具 破壞配電視電纜線 過程中被保全發現報警 現場查破電纜線54公斤 遭竊的前觀光學院校區 去年10月就曾發生 校園電纜線被偷檢的事件 因此保全加強巡邏 沒想到還是被窃賊盯上 警方將被逮的零星男子 偵訊後依刑法窃盜罪 移送地檢署偵辦 同時鎖定另一名窃嫌身份 將持續追棄 這名共犯盜案 記者綜合報導